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小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超级美味 好吃到让你缩手指的 蜜汁烤肋排 在制作开始之前 我们提前将烤箱预热到150摄氏度 准备净肋排1.5公斤 它大概在猪的侧腰位置 下面年级五花肉部位的排骨 这个部位的肋排肉比较薄 会有少许脆骨 口感也更嫩一些 背面这层筋膜我们把它撕掉 以免会影响口感还有入味 底下有碎的筋膜的地方也处理一下 如果肋排比较长 把它一分为二 用厨房纸擦干表面的水分 然后在两面都撒上少许盐和胡椒调味 因为我们会对肋排进行低温慢烤 所以这一步不需要提前腌制 它也会很入味的 准备一个深烤盘 里面垫上锡纸 方便清洁 把肋排肉多的一面朝下放进烤盘中 这样可以保持肉汁充沛 不会发干发柴 盖好盖子 如果你的烤盘没有盖子 可以在上面包上一层锡纸 把它包延式 让它形成一个密闭的烘烤环境 形成蒸烤的效果 这样低温慢烤 不仅可以让排骨软烂入味 也能锁住肉汁 不会让排骨发干发柴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 烤两小时 排骨烤制期间 我们来制作蜜汁烧烤酱 番茄沙丝 就是我们吃薯条会蘸的那种酱 加入黄糖或者白糖 加入苹果醋 没有也可以用米醋或者白醋来代替 蜂蜜 少许生抽 一点点的姜擦成泥 再压入一半蒜泥 最后再加入少许盐 和黑胡椒调味 搅拌均匀即可 经过两小时的蒸烤 我们的排骨已经非常软烂了 几乎可以达到脱骨的程度 排骨取出后 将烤箱温度调高至190摄氏度 准备一个烤盘 垫上锡纸 方便清洁 锡纸上要抹上一点点油 防止排骨粘在上面 将排骨捞出来 肉朝下放在烤盘中 在上面刷上调好的烧烤酱 放进烤箱中上层 烤12到15分钟 因为酱汁的含糖量比较高 所以在烤制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 看到酱汁几乎烤干就可以拿出来了 以免不小心烤糊了 排骨取出后 在之前的那面 再补薄薄的一层烧烤酱 然后翻面 在另一面也刷上酱汁 送回烤箱中 再烤10到15分钟 直到烧烤酱汁变浓稠 就可以出炉了 出炉之后 沿着骨头 把它改刀成小块就可以了 经过长时间的低温慢烤 这个排骨已经是非常软烂了 并且非常饱满多汁 表面裹上浓稠的酱汁 是不是看着就已经流口水了呢 上面的烧烤酱甜中带有微酸 搭配超香超软烂的排骨 好吃到我想缩手指了 你要不要也试试看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 转发收藏 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是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